欢迎收看本期的凡人游戏 那如果电视机和您也很像他们一样 尽快的脱单 那么林欢建议您啊 鼓起勇气 拿起手中的电话 拨打8805 8805 或者是来到我们凡人游戏 线校会员服务中心 进行现场报名 我们呢也将为您匹配到 适合您的另外一半 好的 本期节目 我们的嘉宾会在乡亲路上 有哪一些挫折 有哪一些困惑 而我们的红娘 也会给她提出怎样的建议和意见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本期节目 眼前这位高大帅气的男生 叫张志辉 年龄23岁 是名自由职业者 我其实的招有要求非常地简单 就是希望他能陪我一起经历 然后让我们一起创造 属于我们自己的一帆天地 大家共同地同甘共苦 我们为他介绍的 是一位22岁的客服小妹妹 外表温柔甜美的他 其实是一名热爱机车的女生 这一次来我想找一个 对未来比较有规划 然后对生活都是 比较积极向上的男生 乱扬笑 桥头旁 遇见一姑娘 你觉得哪一位是我们今天的女嘉宾 就将手伸向哪一位 初次见面 男嘉宾就选错了女嘉宾这件事 会影响他在女嘉宾心目中的印象吗 当时他选了我闺蜜 我觉得心里面还是有点惊吓的吧 这一位就是我们今天女嘉宾 赶紧跟人家握握手 介绍一下自己好不好 你好你好 其实在见面之前 我就已经看到他了 当时他还不知道 我看见他 帮一个推推车 扶了一下那个水桶 这一点的细节 我觉得还是做得比较到位的 外形这些都是还是比较帅的 看来女嘉宾早在见面之前 就对男嘉宾有了好感 聊天中两人共同的爱好 也使他们一拍即合 我比较喜欢起车 搞中车的类型 我都是比较感兴趣的 很好我觉得那个 我也比较喜欢起车 因为实际上我是因为工作原因 而喜欢我爱买起车 但是我也想过买一个 自己的那个 亚马哈呀 那些一定的 高档品牌 然后有自己的哈雷 我也比较喜欢 你不会觉得 汽车的女生 会比较危险吗 或者是 有点驾驭不住那种吗 不会吗 不会啊 因为我觉得 汽车的女生的话 她会给人的 很勇敢 而且她做事情很果断 大家都有共同爱好 这样我们就有共同话题 然而当男嘉宾说起自己的经济状况时 女嘉宾的态度又会是如何呢 你会不会介意 我现在还得送外卖啊 然后那个 自由之业啊 不会 因为我之前也送过外卖啊 真的啊 嗯 其实我觉得 先下时间去跑一下 外卖送一下 我觉得 没啥这样 都是为了找点钱 然后找点零花钱来用啊 因为 送外卖 自己辛苦点 其实也可以找到很多钱的 并不是说 送外卖就是一个很 很低的 但我们看不起的 自己并不是 男嘉宾目前的状况 女嘉宾并不会介意 但究竟何原因 让女嘉宾后来的态度突变呢 都是有创业的想法 所以说我才把工作吃了 然后想那个 用自己的一个经验 那些然后慢慢的去 走自己的创业之路 但是创业 你前提是需要一些 存你钱 那方面的准备了吗 我都是慢慢创嘛 一步一步走嘛 因为毕竟没成功 我现在人在 人走的路上 准备往哪边 哪方面走啊 买物品嘛 然后可以先开一个小摊摊 你也可以 相不交之 你也可以都是 跟我一起创专事业也可以 摊摊是一种很不稳定的 如果你以后有家庭 有玩的话 你还会继续摊摊吗 我会跟他都是说 接他来会出门点 假如我实力够抢了之后 滚开一个集团 滚开一个集团 可能你 在北京忙的一些事情 对吧 关于创业 男嘉宾势在必得 信心满满 这反倒让女嘉宾和亲友团 顾虑重重 就是他说话一下 就感觉特别不可谱 感觉说起很有激情 对对对 实际做起来我觉得 也都一点点 对 我觉得他对成业啊 那些我觉得有点滑大 我也觉得 女嘉宾对男嘉宾 有诸多的质疑 于是便给对方 设置了一次挑战 那么男嘉宾 到底能否挑战成功 改变自己 在女嘉宾心中的印象呢 那这样好不好 就在底下 我们随便地找一小摊 你帮人家做个销售 卖东西 卖出去了之后 归人家店家的 好不好 可以啊 没点啥 很喜欢你 看一下 太需要 谢谢 刚好削了 可以试一下 可以打扰你一下吗 不行 我有事 不用 谢谢 你好 姐姐 你好 叔叔 你觉得太困难了 我们可以放弃的 姐姐 这边那个小玩具 可以给你那个小女孩 你家里有小女孩吗 不用 谢谢 你看一下吧 就在这边 好吧 我看一下可以吗 就这个东西 它非常的好 但是不需要 谢谢 姐姐 那个我们这边 有一点那个毛子玩具 可以给小朋友看一下 行吗 就这个 你看一下 多漂亮的 也没有被顾客的拒绝 而退卸吧 反正就是 比较主动的 不会因为一个拒绝了 就受到打击 不主动这种 男嘉宾虽然没能挑战成功 但依然改变了 他在女嘉宾心目中的印象 而接下来 经过其摩托的互动 两人更俨然一副 小情侣的模样 可这时的亲友团 却说出了这样的话 觉得亲戚嘛 就是有点 跟你也不搭配 感觉不像什么 门当户队的那种 还是得考虑清楚 看来 男嘉宾还是没能获得 亲友团的好感 女嘉宾最终到底又会如何抉择呢 你说无人在身旁 一个人在流浪 我听你歌唱 三 二 一 请选择 最后牵手成功 是因为我还是想给男嘉宾一个机会 正好我也是想找一个这种乐观积极 有上进心的男生 首先我们恭喜这一对男女嘉宾牵手成功 在这对男女嘉宾当中 我们能够看到 他们牵手成功非常重要的一个点 就是什么 有一个共同的兴趣爱好 我们不管是在这个约会的过程当中 还是在未来感情建立的过程当中 有一个共同的兴趣爱好 是非常关键的 当然在这个牵手的过程当中 也经历了一波三折 可以说是 这位女嘉宾对这位男士 发起了一个非常小的考验 就是什么 在这个去销售 虽然说最终的结果 不能让人满意 对吧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 这位男士非常的坚持 也正是因为他的持之以恒 也正是因为他的坚持 然后打动了这位女士 最终牵手成功 这位男士 现在虽然说一穷二百 可以这样说对吧 但是我相信 他以现在这样做事的态度 以这样持之以恒的做事态度 坚持下去的话 最终他肯定能够收获自己想要的 也能够事业有成 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 如果说你们是单身的话 记得拨打023-8805-8805-南某热线 和我们进行预约 到凡有小线下互联服务中心来 我们祝你脱单 他叫李健 今年36岁 是一名勤快踏实的网约车司机 我们为他匹配的 是一位29岁 精明能干的女嘉宾 哈喽 美女 等久了 辛苦了 辛苦了 很高大 很那个苗条 苗条型 来 美女 不好意思 看到他还是多汉后的嘛 一个小兮兮的走过来 他五官那些长得比较可以 是我那种喜欢的类型 如果给他打分的话 打八分 初次见面 两人对彼此的印象都还不错 可经过进一步的沟通 两人却在开卤菜店的问题上 产生了分歧 要不我们也去创业上 也去搞个卤菜店 不是准备重新开一家吗 还是说把你们那个做大门 对对对 比如说 比如说增加门店 但是也不可能增加太快了 哦 是水菜市场那种吗 不是 生活超市 公主法律动 还有就是旁边 住那个门边 你对比如说整那个餐饮 感不感兴趣 所以 比如说整卤菜这些 那块儿 身边有做卤菜的朋友 确实很辛苦 他们特别是夏天时最辛苦了 夏天他们卤菜的时候 那里面好热啊 对对对 夏天家对头很热 里面五到七 嗯 没事 其实能说热 还流汗 流汗等于都当排毒 都当排毒 而且减肥 这种好累啊 就是说里面甜的 那么多是油烟 平时你在家里面 煮饭那些不 比较少 想到我全身都是油 我很难够介绍 我肯定是要开卤菜店 还有肯定要找个 比如说能懂 打个手 那些那种 整那个 那种 如果她肯定实在不愿意 肯定有点失落 就是这种 女嘉宾不愿从事卤菜行业 这让男嘉宾十分失落 然而男嘉宾的亲友团们 却有着不同的看法 女孩子不喜欢 从事卤菜行业 也是她不了解 卤菜行业的利润 而是作为我们这边方法 争求女方 她想换其他的行业 我们也能赞成 因为大家要齐心活力 女方喜欢的工作 我们也可以 共同去创业 也可以 那么我接下来就很想 首先请到我们这个 好朋友 去跟女嘉宾聊一聊 首先你们这个 卤菜这个行业 好不好 她的这个前景也好 现在的收入也好 包括你们两个 合作到现在 你们事业的一个发展 经过商量 两位亲友团决定 亲自出马 帮男嘉宾再做一次争取 那么在他们的努力下 女嘉宾会改变 自己的态度吗 你提出你不了解这个东西 对 我不了解 所以说你现在跟我说啥子 我觉得我都没上身去 我只是没做过这个行业 就好像说我只做材料一下 那她愿不愿意做 她也不了解这个行业 我了解 其实像我们做卤菜同事 也有行的 因为我投的 当时我现在投汤子口那个店 每天白给我发的报表 但是每天的营营 应该是好多 假如说我一天我买三千 对不对 一锅下来是九万 我初开成本 我一锅要赚多少钱 四万 然后我三个人评分 你我一锅 我分来赚多少钱 是不是我哪个钱 其实路太行业利润都很重要 但是这都不是关键 最主要的是两个人 七星火里共创美好的家 一个家庭 才是最重要 叫两个共同路里 辛苦点 反正主要三年的时间 收复一套 我们房子没有问题 她也说 回来之后 不需要我做任何家务 她自己会做 那个措施很大动 在亲友团的劝书上 女嘉宾终于松口 表示愿意给彼此 多一些了解的时间 就在我们以为问题 终于得到解决的时候 男嘉宾这边 却变了挂 在得知女嘉宾 不太愿意从事乳菜行业之后 男嘉宾的态度 就变得十分的消极 甚至产生了放弃的念头 一边的嫂子 看着也十分心结 赶紧上前劝说了起来 我感觉还是不愿意 因为你们刚刚才接触 不是很了解对方 是不是 你不认为你也下着 都觉得不适合 多方便那几口女 她呢 不喜欢那种油烟 这些还是什么 这些都可以理解一个女人 但是对于我来说 我们两个是过日子的 因为确实感觉就是 不是一个世界的 不在一个频道 因为女嘉宾 她不喜欢的 她不是不喜欢 那个人是不了解 那个人是不了解的这个行业 经过我们去沟通了 人家的心理是 是是不会 只要人家都没那么听 人家都不挑 在嫂子苦口婆心的劝说下 男嘉宾终于鼓起勇气 决定为自己的爱情 奋起直追 男嘉宾的一番心意 最终能够 打动女嘉宾的芳心吗 小心一点 嗯 肥胶 可以吗 可以 还是吃一点 要不外面好吃一些 如果我们走在一起 就希望多多的 互相来去支持 包容 你是找一个女人过日子 也不是说 非要鼓到和她一起 等你比如说 做生意啊 或者整那些 三 二 一 请选择 很遗憾 这一段男嘉宾 没有牵手成功 他们没有牵手成功 最重要的一个点 我们也能够看到 就是 没有共同的婚姻男徒 在一段夫妻生活当中 或者一段感情的开始 共同的婚姻男徒 是非常关键的 说的比较直白一点 就是什么呢 就是没有共同的事业心 在这位男士 我们看到 她36岁的一个年龄 她肯定是要去创造 肯定是要去做 自己喜欢做的 或者自己认为 能够成功的事情 因为她已经没有 太多可以去试错的机会 而这位女士 29岁的年龄 她们这个年龄段 都有自己最独立的 一个想法和思想 很难去改变 很难去尾声地 去成全对方 说说这是导致 她们没有能够牵手成功 最根本的一个原因 老方是在亲友团的 极力的劝缩下 最终还是没有牵手成功 所以说很遗憾 这位长相可爱的男生 叫徐南 年龄28岁 职业是一名招头标员 我们俩也好 就是运动 因为我比较胖 我希望找一个瘦点的人 一是多促我减肥 二是可能互补一点 我胖他瘦 当天和他约会的 是一位26岁 长相漂亮的 高校辅导员 希望男生的话 可以跟我的爱好 比较相同 也是愿意出去 去徒步 出去旅游一下 这样的一个男生 然后第三个呢 我是希望他的性格 比较的温暖一点的 你好杨生 你好你好你好 这是今天给你们买的奶茶 谢谢 我看到你们喝的油 但是 但是这是 我这个是今天的第一杯奶茶 喜茶的第一杯 所以还是 还高兴认识的 谢谢 非常有亲和力的 然后 还是 怎么说呢 就是还蛮 跟你一样 对 还蛮健谈的一个男生 感觉应该是一个 比较温暖的 徐先生的热情 大方 赢得了杨小姐 和亲友团的好感 相同的兴趣爱好 让两人相谈甚欢 我呀 不运动嘛 这男外人 基本上喜欢的 都喜欢嘛 篮球 足球 平排球 排球 有运都可以 先下时间哈 可能是 希望跟朋友出去 常常过啊 过去出去 逛一家呀 那些 你呀 我平常 也喜欢跟朋友出去 逛一家呀 对嘛 那是六二人 还正常的 然后 海豪也比较单调的 长二哥 也是外卖 逛一家 真的 那我等会儿 必须要跟你录一说 见时机成熟 徐先生提出 到自己的家里做饭 可就在两人 去超市采购食材时 一直对徐先生 印象非常好的杨小姐 却有了小情绪 你是虾子 虾子有点老虹 因为我有点对虾子过敏 哦 这样啊 哎 都那个养老师说的那个嘛 反正烧蛋嘛 炒土豆丝嘛 嗯 然后看有鱼没的嘛 整整条多包鱼啊 那些嘛 可以啊可以啊 我不觉得男嘉宾的美高 买点一些菜 狗不动人 每天都有吃的啊 我觉得 而且我觉得 我本来想吃食材 想吃的 他都没赢 噓 没有 我味不好锁的 我觉得死 算了算了 徐先生看来 还得更细心 更体贴 才能让杨小姐满意呀 他呢 写了一个 PPT一样的东西 A4纸 312 就这么小字 一个一个一个 可能满了这个千字以上的 就是写了今天 整个一天 希望怎么跟你相亲的 这么一个计划书 这多字吗 他本来是在另外一个商业的 他这个行为 在我这里也是非常加分的 他首先是有了一个 总体的一个规划这样子 这边是个生活样子 洗衣服地方 挂衣服 一般平时都挂了一点 他的规划他10岁了 不爬不爬 乖乖 我是觉得养猫的人 他是比较的温柔的 而且比较有耐心一点的 就是专门给这个 以后的娃儿 准备这个房间 就是家中的那种 鱼行的人主体的 到了家里后 杨小姐对徐先生好评不断 可就在徐先生 踏入自己的战场 准备午饭时 杨小姐却开始担忧 他会有些大男子主意 我就有点担心 他会不会有一点点 就是 什么都可能他说了 算可能考虑 另一方意见 可能会比较少一点 就是我有一点担心 那徐先生自作主张做的菜 能不能够俘获杨小姐的味蕾呢 徐先生征服了杨小姐的味 而对于杨小姐所担忧的大男子主义 他虽作了解释 却没能得到杨小姐的认可 两口子在一起 两口子在一起都黑东西 他身一件不一样的时候 那种别那么办法 两口子在一起 是让对方服从你还是你也去 首先还是看什么事情吧 就是威胁到的时候 或者是家庭方面一些东西 我都会很坚持我的态度 我在我来的是 我时而接受不了人的观点 我是觉得没的关系 就是可能大家有不一样的选择 但是我是尊重他 杨小姐这边如果不嫌弃的话 我可以骑着我的小摩托带上去逛一逛 走吧 你把哪个带起 把帽子带下来 拜拜 拜拜 徐先生对杨小姐的喜欢不言而喻 他带着杨小姐进入了自己的生活圈 两人骑着小电驴逛着公园 宛如一对小情侣 接下来徐先生更是使出了自己的必杀计 徐先生勇敢大胆的歌声 最终能否顺利打动纠结的杨小姐 恭喜这一对男女嘉宾牵手成功 这一对男女嘉宾也是我们诸多位嘉宾当中 能够看到的就是什么呢 他们牵手成功最重要的一个点 就是有共同的兴趣爱好 说说蔡老师在这里再次强调 共同兴趣爱好 对婚姻对感情的一个重要性 他们都喜欢逛街 对吧都喜欢去旅行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们一起去做饭 反映出来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 从这位男士的一个态度 和他的一个行动 所表达出来的就是什么呢 具有一个大男子主义 我们都知道 在感情的过程当中 都是彼此的去呈现对方 都是去尾声对吧 说直白一点 感情的本质走到最后了 都是尾声 都是相互的尾声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要提醒一下大家 一定要记得多包容 对吧 多尊重自己的女性朋友 或者说多尊重自己的夫妻关系 那么在这里 如果说没有太多的包容 或者说不会相互的去付出的话 相互的去理解的话 我相信很难有一段感情 能够去走到最后 但是最终我们还是恭喜他们 也希望我们能够 随着慢慢的磨合的过程当中 能够去改变自己 能够去多看一看别人的想法 多照顾一下别人的感受 他叫冉毅 33岁 是一名培训老师 月收入1万元左右 就找一个相对来说 合得来比较好相处的 这么一个简单的女孩子 我们为他介绍的 是一名温柔漂亮的化妆品销售员 收入1万家 然后那个他的住房 全款按揭 其实这一点都不重要 就可以大家一起 一起分担房贷嘛 好相处的 工作的一些比较稳定的 两人还没见面 冉先生就给对方提出了一个考验 我们把帮我们把所有的器材放在一起 女嘉宾过来的时候呢 我跟冉老师就 以路人的身份在 躲在后面 对对对 常常不常 差不多这个意思 我们看一下女嘉宾 他的一个反应 他有可能扳演 没有扳演没事是吧 但如果扳了呢 可能更符合我们冉老师心里的一个预期 他也是拉过去 对 没事你放到都 我拉都是 我拉先 这些都是月儿多 陈先生很在意对方 是否会分担生活中的事情 廖小姐主动拿器材的行为 让他很满意 可得知真相的廖小姐 却觉得陈先生不真诚 那接下来 陈先生还能挽回形象吗 你一来就对我考验 就会觉得有点 一莫名其妙 第二 我觉得既然是乡亲来的 你对我各种考验 那以后在生活当中 是不是也会对我有重重考验 每个月万把 还是不成太大的问题 你比如说像 暑假那就更多 两三万 有时候超过三四万 然后我跟你说一下 他其他的 我们就现实一点嘛 有彩零瓶 哎呀 不要这么高 还有什么 挣钱得行 我跟你说 他们家房子的装修 他们有请人 他是自己画图 自己弄掉 我很佩服他这一点 就是 那满厉害的 能干的 我买了房子 我家里面要有那些 羞羞补补补的 我都是团地爬 拨弄不 对反正你所要 毁的话都是些 很多个感受 挺厉害的 他朋友说 他的那个条件的话 我觉得还是可以 然后也会觉得 这个人还是蛮厉害的 就会感觉他 好像真的是什么都会 亲友团很给力 成功帮助阮先生 挽回了形象 也让廖小姐 打开了自己的心扉 之后 两人又去网了 阮先生家里参观 你好你好 你好你好 你是他原本的世界 只有那么一点 你现在 做海国人才端了 都不然加厂了 其实这个墙 是加厂出来了 冰箱的位置也有了 就所以通过这样的一个 结构的变化 把厨房往外面 拓了一点 对对对 我也经常住厨房 当然忙的事 都做不了了 加上下面要点一点点 然后砖是30万 三块砖刚好90 就到这儿呗 然后这个东西 一挪过来 你看刚好就完美 预意比较好 就马到成功呗 马到成功的英文 你不说我还不会 上头的设计 它是你看到没 一层一层下来的 这边高点再挨点 再挨点 它有层次杆 它自己的一个设计 就会觉得 这个男生的话 它还是蛮有 自己的想法的 就它设计的话 也是非常的好 有自己的一个思想 廖小姐很认可 阮先生的才华 可此时 她心里 却有另一个担忧 其实那个家里面 就是你一个人住 然后那个叔叔阿姨 他们是偶尔过来住一次吗 其实是这样子的 以前可能我已经独立生活了 很多很多年了 但是现在爸爸妈妈 毕竟相对比较老的 然后上了年纪了 也没什么事干了 对吧 也该退休了 然后最近呢 拒绝是把他们叫过来了 就打算是 以后都跟我一起住 那样子 对 然后平时爸爸妈妈 也不会管我 比如他们自己去耍呀 去干嘛的 也是他们自己一起 因为我 也是听身边的朋友 都说 跟父母坐在一起 可能会存在一些婆媳问题 对 可能会存在很多的一些矛盾 我们很相处 我们就是 现在已经五六时期了 都是想着 跟着玩的 跟着他们就是养老的 都是和他们住在一起 所以大家跟我儿子在一起 只要就 今后想你们的话 你们的生活 我们不是不会干预 你们任何的东西的 我们只顾就是 只要一天有吃的 去耍呀 去走动呀 直接到那儿身体去行的 大家要互相保育 既然是走在一起的 是一家 只要就是老的 就要强个老的 小的就是 也强个小的 还是感觉 她的父母还是蛮好相处的 她的父母一直都在笑 就感觉 还是很和善 应该是比较好相处的人 父母善良的笑容 和真诚的语言 让廖小姐心中 悬着的石头落了地 廖小姐对冉先生的满意度 在慢慢地增加 那此时的冉先生 又是什么态度呢 觉得女孩子挺好的 愿意相处 就是你个人是愿意 跟她在一起的 是吧 对 就恨不得今天 就把她留在家里 然后也希望从今天 从相识到相知 然后如果有心的话 我们今后的日子 能够像这个花儿一样 然后希望我们今后的生活 就像这两个跑信一样 虽然看起来是独立的 但是他们能够 朝着同一个方向 相依为命 冉先生最后的表白 能彻底打动廖小姐的芳心吗 请选择 这一对男的嘉宾呢 他们从一过来 一相亲 我就知道 他们应该是有一个结果的 为什么呢 因为通过我对这位男士 和女士的了解 我们可以看到 他们都有非常独立的思想 和独立的一个能力 两个人 无论是在生活的过程当中 还是在工作的过程当中 都有自己能够独立 去完成的能力 这个是非常关键的 说得更直接一点 就是三观非常的吻合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出现了一个小插曲 就是这位男士 可能会面对 和父母同住的一个想法 那么这个是女嘉宾 不太能够去接受的一个点 但是最终 我们还是牵手成功了 那么我们如何去看待 和父母同住的这个问题 和父母同住 肯定会有很多的问题存在 但是一定要和问题和谐相处 但是父母同住也有非常多的优点 比如说帮忙照看一下小孩 改善一下伙食 等等等等 对吧 那么不见得完全是坏处 所以说最终 我们也恭喜他们了 牵手成功 这位长相帅气 衣着整洁的男人 叫龚小平 32岁 是便利店的选址督导 他最大的梦想 是当一名演员 演戏给我带来最大的帮助 就是体验不同的人生 我觉得这都是我现实中 没办法体现到哪儿的 我们为他匹配的 同样是一位 有着文艺梦想的女生 一开始 男嘉宾安排的特别见面方式 给女嘉宾留下了不错的印象 而一番了解之后 两人对彼此的好感 也在逐渐升温 如果就是想我们有活动的心 你愿不愿意传记过程 跟我一起去参加呀 那个没问题啊 没 一件是对方的爱好 可以支持一下 你的这个处于方便怎么样呢 我喜欢做饭 闹得好是 我不喜欢洗碗 心里的我妹妹很能干 做这些 家里是没有好大个问题的 我觉得这个男孩子 他居然还很人口 我觉得这个 我觉得还是很可以的 是个心灵手巧的好女生吧 适合做嫌弃两目的那种类型的 可对于未来的规划 男嘉宾磨然两可的态度 却让女嘉宾和爱怡忧心忡忡 我妈不建议我在重庆藏住 如果是好了的话 女儿面都不在重庆 我相信这个事情 在以后的话 在两方面商量 就是我在重庆那边的话 反正也是有房子的 然后 但是我在想 如果我们以后就在一起了 你会不会考虑在重庆那边 买房子 瞬息完遍 可能看当时的情况 瞬息完遍 你的变动有点大 然后还不能变下来 我说我的变动很大 而是那个 谁会变动很大 他说的话也有点 毛利两口的 对 比如我们能够 乖个要人会被陪不及他们 我得想 他说话能够毛利两口的 我都觉得 他说话很幸福的 对 都不给我确定的那种答案 双方都在重庆工作嘛 实际上也算是扎根了 怎么就还想着 要回达州的那个想法还在呢 父母方面 他想让我回去 让我回去 但是对我方面来说的话 我觉得其实都可以 我的这一半的话 他如果说愿意 在重庆发展也行 到时候我也会去 说服我的父母方面 男嘉宾正面的回答 给了女嘉宾一颗定心丸 可另一个现实的问题 又再度来袭 我听说你在达州是有房子的 对 那有没有想过 就是通过一些 比如说置换呢 想过 如果说我把我的那边的房子 卖了的话 拿过来付个首付 你愿不愿意跟我一起 还这个房贡 怎么说呢 我自己的房子也是有房贷的 你现在每个月还多少 大概接近三千 三千块钱 父母还要还一部分吗 还是 没有 因为父母和我一起首付的 然后房贷是我自己在还 我可以不写名字在上面 但是他肯定自己要 就可以算他自己的婚前财产吧 然后他自己要还 关于未来房贷问题 两人各执己见 阿姨从中的调解 能否化解两人的坚持呢 像首付啊 我们门来也可以出点 首付也可以出点 毕竟是两个人的房子嘛 是什么 而且两个人住在一起嘛 两个人才是一家人 房贷嘛 都是帅哥都改换嘛 因为帅哥买得给撑起了个家 一时也做不了决定 这个得考虑一下 是 当然这个明面上 肯定是马上做决定 不可能 一番有趣的互动之后 两人找到了更多的共同点 两人最终能否牵手成功呢 放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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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开那个姑娘 跟你有什么关系 让开 看哪儿 姑娘没事吧 多谢公子搭救 小女子不是 公子方才不是吧 公子的救命之恩 无有一报 小女子只有行个大礼了 好 好 好 女嘉宾做好准备 三 二 一 请选择 这一段能力嘉宾呢 可能一上屏幕啊 给大家带来最明显的一个 四节冲击就是什么呢 非常的般配 对吧 同样的穿着汉服来相亲 这说明一点啊 就是 比如说的嘛 穿着打扮 决定了一个人的性格和个性 这说明他两个的性格呀 是比较吻合的 但是呢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也可以说是一搏三折 为什么呢 因为这位男士啊 对于他目前的一个经济能力啊 不是非常的自信 他可能需要啊 女士啊 帮忙他们婚后啊 可能能够共同的去承担这个房贷问题 这个时候啊 还好我们家长 女士的家长 及时的站了出来 他提出了一个什么呢 就是可以去帮忙 付首付 但是可能偿还房贷这一块 因为女士有自己的一个住房 所以说无法能够承诺大 对吧 更多的帮助 那么我们如何去解决这个家庭的一个经济的问题呢 我们都知道啊 一个家庭的纠纷啊 80%来自于经济原因 那么这个时候啊 我相信就是这位女士在我们婚后 对吧 如果说两个人经济相当的一个情况下 可以男士负责承担我们的一个家庭的一个房贷 包括我们其他的一个开支 那么女士呢 肯定都要一些水电气费啊 日常的生活开支啊 更多的提供一些帮助 这样的话 我们才能够达到经济上面的一个良性循环 而不是啊 用一个人去承担所有的一个家庭债务 这样的话 我相信啊 很难去走到最后 看了刚才我们专业红娘一个点评呢 我相信对于那些暂时在相亲路上还没有成功的朋友 受益匪减很有帮助 那他们呢 离成功道路也会更进一步 那当然了 这些相亲成功的朋友呢 肯定也有很多的经验 值得我们是来借鉴的 接下来这个板块会非常的精彩 因为呢我们还有很多的优质会员会一一的登场 精彩是千万不要错过哟 如果说您看了我们节目后 对于我们的会员比较感兴趣 也可以赶紧拿起手中的电话 拨打8805 8805 或者是来到我们凡游戏线下会员服务中心 进行现场报名 那就话不多说 接下来赶紧来认识本期的会员 大家好 我叫周丽娟 今年是26岁 身高的话是1米65 本期会员周丽娟 身高1米65 民族乐器老师 乐收入5000至1万元 无房无车未婚 现在的职业的话是从事动销教师 就是我们传统民族乐器的其中一个管乐 叫动销 我平时的话是有在教学生 没有学生上课之余呢 我就会接一些演出在外面表演 月收入的情况的话最低是在5000一个月都有的 1万块钱也有 住房情况的话现在是无车无房 是跟我父母住在一起的 感情经历的话就两段 一段是比我大的 另一段的话要稍微比我小 两岁他想要做什么的话我都会尽力的去帮助他 他喜欢什么的话我都会尽量去做一些他喜欢的事情 但是到后面就发现大家的性格 三观啊这些不太合适 所以我就干净利落直接就说分手 然后就离开了 则有的一个标准的话 希望他不要比我矮 主要的话还是要能够聊得来 房子这些的话暂时没有的话也可以打拼嘛 车子这些也无所谓打拼咯 收入的话那还是不能比我低 会员择偶要求比自己高 聊得来收入比自己高 周律师你好 你好 刚才我们简单的沟通了一下我们的一个情况嘛 对吧 然后我这边了解到的话 像咱们择偶择偶一块的话 是非常感性的一个择偶要求对吧 其实感性的择偶要求 在我们专业的分析的角度来看 他有好有坏 好的一点就是什么呢 感性的择偶要求 可能选择的面积会非常广 但是感性的择偶要求 往往给我们带来最实际的一个坏处就是什么了 他越难找到一个合适的对象 因为理性的择偶要求 就是多一些世俗的考量 多一些无知基础上的一些计划 对吧 那么可能在这样的一个感情下 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 然后再去产生感情的话 它会更容易一点 但是我们首先要找到一个合适的对象 然后再去谈相关 谈性格之后 我们再去物责的考量的话 那么可能他进入婚姻的一个过程 会更缓慢 或者说更难去找到一个合适的对象 自己主要单身的一个原因是为什么了 忙 工作比较繁忙 然后业余生活的话 就自己兴趣爱好比较多 比较丰富 如果他喜欢的事情 正好我也喜欢 我也能接受 如果我喜欢的事情 他也喜欢接受 我们可以一起 那就更好 那么能够感受得到像女士这边的话 应该是一个比较非常有主见的 然后自身的话 可能是一个比较要强的一个女孩子 对吧 比较直接 就是有什么就说什么 直接是的 对的 那么我感觉这样是蛮好的 但是可能在谈恋爱的过程当中 我们一定要 就是在刚接触的时候 对吧 对咱们不是很了解的时候 我们要懂得 去如何把自己的这个直接的方式 表现得婉转一点 那么在这一块的话 我感觉我们这边的话 有这样的一位男士 我觉得还是蛮适合你的 我给你简单的介绍一下 好吧 这位男士的话 他的年龄的话 是一个30岁的年龄 然后也是一个非常有主见的一位男士 条件的话 收入的话是一个1万家的一个收入 然后目前的话是在国企单位上班 比较稳定的一个工作 然后也是有房有车的一个情况 身高的话 我感觉和咱们还是蛮大的 身高是一个1米76的一个身高 然后家庭氛围非常的和谐 而且非常的有主见 在这一块的话 我觉得还蛮适合咱们的 可以先了解了解 可以先了解一下对吧 那么后续的话 我就会尽快安排咱们 进行一个见面好吧 然后我们再去详细的沟通一下 一定要记住 刚才蔡俩是说的 我们要婉转一点 谢谢 好了 看了我们专业的情感顾问 为我们本期会员进行 现场一对一的点评 以及匹配之后呢 那我也相信呢 本期我们的优质会员呢 离他们的缘分呢 就更进一步了 有的时候爱情是天注定的 但有的时候呢 爱情是靠您自己来争取的 所以说如果您对本期的会员 感兴趣 赶紧拿起手中的电话 拨打8805 8805 或者到我们反而游戏线下 会员服务中心 进行现场报名 我们呢 也将为您进行 一对一的专业匹配 本期节目呢 也接近尾声了 最后呢 要把我们的口号喊出来 爱情靠中曲 为爱不放弃 反而游戏 我们等您